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优秀混合式教案的设计系列 今天的主题会是数学科 大家现在在这个PowerPoint上也看到 例如我今天的主持林振隆老师 我们的计划除了我们自己一些参与的老师之外 即使有些老师未参与过 也希望可以一起学一下当中的成果 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有数学科分享的活动 不过在学开之前 大家整个流程中要留意我们聊天室的公布 例如大家可以在里面问问题 一会儿因为有Q&A节目 我就会聚集问题一次过问我们两位老师 以及留意领取出席证明书的要求 大家记得留意一下这个聊天室里面 开始之前就今天先介绍一下两位老师 我们两位老师刚刚分配了 就是一个中学老师 一个小学老师 所以两者之间都可以互相参透一下 究竟我们怎么做这个混合式学习 我也立了一下他们的PowerPoint 大家不要说我是中学老师 就是小学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关系了 或者反过来 其实我在里面也只是看PowerPoint 都学到一些新的东西 所以大家一会儿可以留意一下 先介绍一下两位老师 第一位就是陈杰铛老师 揮揮手 首先他两位也很特别 就是参加了我们混合式学习 和创新证书课程的毕业学员 看看他们学完这个课程之后 有什么可以发挥出来 他也是毅智孙的数学科科主任 跟大家大声招呼 陈杰铛老师 大家好 我是财马会曼君毅智孙的陈杰铛老师 第二位就是小学部分 就是马里曼小学的数学科科主任 和知优教育主任林承东老师 大家好 我是来自马里曼小学的林杰铛老师 大家好 是的 我当时 上年也讲一些历史 我也参与过那个课程 那么 其实除了可以自己学到一些文立式教育的内容之外 最珍贵的就是 认识了很多朋友 认识了很多朋友之后 会有交流 有交流之后 其实自然会带给自己 甚至乎学生 都会多很多知识 好了 差不多了 介绍就 我们快点去第一个部分 首先我们会去中学的部分 我们有请陈杰铛老师 帮我们分享一下 他会说中四都很热门的课题 一元二次方程 两根的和 即是深学高学 以及两根的赤 和产品高学 看看他怎么可以 用了混合式学习的元素 加在这个课题里面 好了 把时间交给陈sir了 好 谢谢林sir 我现在分享一下画面 首先 大家好 我们是 首先 多谢蔡华会混合学习计划 这边 可以给到这个机会 我在这里做一个分享 也多谢今天抽时间来 听分享的同工 今天的主题是 议员一次方程 是关于两根的和 和两根的赤的教案的分享 大竿方面 我首先会用五分钟的时间 和同学去检视 我之前的预集内容 和一些工作址 这些部分 我稍后会详细去说明 在四十分钟的课堂内 另外有十分钟的时间 我会在课堂上 和同学去证明 两根的和 和两根的赤 做一个证明 然后有一个电子活动 这个电子活动 也是在这个混合式学习计划 里面学到的 大家一会儿都可以看一看 另外 完成了这个活动之后 我们就会去 我会去做一个例子 去示范一条 可能比较不同的题目 然后最后的时间 就会被同学去自行 完成他们的工作址 就是带着他们去做 我们去看看 预集工作址的部分 这一章是我当时设计的 预集科学习 大家可以拿到 四条题目 简单地叫他们去计算 两根和两根植 一些很简单的问题 有四条 而右上角有个QR区 也是我自己拍的影片 希望同学可以在家里 看完影片之后 就可以回答到这四条问题 首先在预集科学习的设计方面 我希望在同学 即他们回来上课之前 已经给了他们 在右上角的QR区 其实介绍了 刚才提到的 是什么是两根和 什么是两根植 以及简单地 我们如何代表公式 分别是-B over A 和-C over A 在影片中也提到 两根和和 两根植 即是我们要用到之前的概念 我们之前学了 如何解释二次方程 其实解释完之后 在概念上 我们只需要把那两个答案 加买和习买 例如在影片中 这个图中也看到 这张图是我影片中 其中一个截图 在2x2次-7x加3等于0的二次方程中 其实我们用十字相乘 或者计算机 我们可以计算 原来那个x是三和二分之一 如何告诉我 那个是根和值呢 我只需要把这两个数字 加上去 或者是我们要习 其实就可以出到 我们的根枝和根枝值 即是-B over A 和-C over A 我都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影片 和预测工学词 让同学们对这个课题 有最初步的概念 和懂得去计算一些简单的数 回到课堂 我就好像刚才所说 用头五分钟去检查 我们的学习状况 和和他们对一对 这张预测工学词的答案先 都想确保同学们都知道 最基本发生的是什么事 然后来到课堂里面 我会和他们做一个二次公式的证明 证明这个两根枝 在课堂里面 我先示范了 用这个二次公式 去证明两根枝先 去展示 两根的枝是C over A 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就是用我们的二次公式 成在一起去做一些化检 为什么我会做这个两根枝先呢 其实在这个的运算 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我就证明两根枝比较容易 所以在课堂上 我就做完两根枝 希望要求同学们可以参考我 阻修哪个的做法 去证明那个-B over A 课堂的效果都很好 其实很多同学们 参考了那个α乘β 其实他们可以自己去解释 我觉得有时这一类的活动 或者证明可以加强同学们的数学能力 以及提升他们学习数学的成就感 做完一个证明之后 我就会下去 跟他们做一个电子活动 因为我们学校 每个同学们都有iPad 他们在课堂上学的时候 就很方便去配合到去玩这些活动 比起可能就这样看我去show 这个游戏 其实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们自己可以亲手 下手下脚去试一下去体验 这个是我设计的一个活动 叫做开箱游戏 可能有些二次和X 他会反过来 没有顺势去放 可能有些就是 直接没有了个上数项 都看透过这六条的选择 试一试他的预测 学成如何 这里最后他可以有一个积分 他做错了其实也不要紧 他需要答对其他问题 他之前的问题就会解锁 他就可以重新再试试 完成这个活动之后 我也跟同学说 你有一个龙虎榜 最后你记得抹下你的学号 在上面 游戏会计你用了多少时间 去完成这六条题目 最后的反应也很好 同学看到 最快的32.5秒就做完 其实这个32.5秒 就不是发生在课堂上 因为他们做完之后 他想自己有一个很好的成绩 他在下课之后 他都反复不断去做 所以其实这个极限 应该都差不多 到32.5秒左右 这里的好处就是 玩一些游戏 都可以让同学 去操练多几次 他会为了拿到好的名词 反复去玩 然后完成了这个电子活动之后 我就会在课堂 正如大概十五二十分钟 去讲一些这类型的题目 在以往的课堂设计里面 其实我可能需要一堂时间 去讲一些预习内容 和他操熟 但到这里就比较好用了 我可以用后半堂的时间 去做这类型的题目 譬如看到固乎α加1 再乘乎β加1 都在擅用这个时间 通常要讲 这类型的题目 之前我们做得很简单 可能这些不同类型的题目 如何去解决 我就会在课堂上 去示范这一条例子 其实也不难 跟他讲 照计α加β 然后拆开它 待一待的东西就完成了 这里就不详细多讲 我示范完这个例子之后 再给你多两三条 这一张就是当时我用的工作字 第一条就是跟他重温 最简单的 然后就去示范 做完之后就让他自己去解决其他的问题 都是一些类似的问题 希望他可以进阶做多一点点 去到课堂的尾声 就留了一条挑战题给同学 也希望他鼓励他想多些 其实这个α-β 其实他怎么计算出来 他跟α加β 只是差了一个符号 那他怎么去想 也想鼓励他们去想多些 给挑战题 那一天 其实同学在当日的消息结束 不久他已经回答了我 他们也很希望去想 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真的有同学很擅长 他当日回答到 我翌日也会跟他说一说 说给全部同学听 这一类题我们会怎么去做 以上就是我这个教案的设计分享 以前的预习可能只能靠同学去看书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给更多支援 那些同学 例如我们自己拍片 或者是 玩一些的网上资源 因为现在的网上资源 其实都很丰富 那在同学的预习上 很多都可以帮到手 那在今次的教学设计 那同学在课堂前 他们学习了两根支博 和两根支積的基本概念 那然后就完成了 那自己掌握最简单的部分 那在课堂里面 其实我可以跟同学去讨论一些 较深的提议 和利用一些在基本概念的情况之下 去做到一个证明 那帮助同学去有更加好的知识去巩固 那学得更加深入 那在整个混合式学习的设计底下 其实我觉得那个时间是更加有弹性的 在实体课堂上面 其实我们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 去设计一些不同的活动 甚至乎调节一些课堂内容 会比较有弹性一点 那我自己觉得很容易一点 那希望能够帮助同学学习 那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谢谢陈sir 好的 那我一会有些问题 会想问陈sir 请教一下 不过在我问问题之前 我也分享一下 那我自己其实是一个 在这个计划里 混合式学习的计划里面 的同裁导师 所以呢 都会和一些不同的学校开会 去谈这个混合式学习的内容 这样的 很多学校都会很有疑问 我做混合式学习 是不是要做到很巨大的 就是那个课堂 就是很多东西要处理等等的事情 那其实混合式学习的课堂 当然可以做得相当丰富 但是如果你的学校 将来有兴趣或者参加这个计划 其实完全是可以由小步子起步的 会完全是一个普通的课堂里面 加一些电子元素等等 其实已经是可以一个 就是混合式学习的一个起点 所以将来如果大家 或者说我未必在课堂里面做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 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有兴趣有信心 可以尝试在课堂里面加一些不同的点子 其实已经可以是一个混合式课堂的元素 刚才陈sir回到课堂的课堂 是一个中四经常会教的 深学学习和波多奥课堂 刚才他有两个特别元素 就是混合式学习里面的一些部分 就是他拍了预集短片 以及课堂还有一个活动 拍短片相信不少数学老师都会做 我们除了说也想参考一下大家会怎么拍 我又想问一下陈sir 你拍这个教学短片的时候 你有什么会重点留意 还有你自己有什么心得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好啊 在拍这些教学短片的时候 其实我最主要注意两件事 第一就是那个时间 因为我们同学在家里 我们期望他自杀 那个时间我觉得不可以过场 因为他可能集中半个小时 其实很困难你叫他去看 所以我那条短片 其实也是3分多钟 4分钟就完了 主要是介绍一个概念 第二个最主要就是深浅度 要想一想 是 因为我们期望他去做一个预集 不能够直接教一些很深的东西 深的东西 我自己也是比较想倾向回学校才说 所以我们会去做一个这样的拍片动作 第一就是我的时间 第二就是我要选择那些内容是否真的适合 我自己就会选择代工式 或者这些 好像刚才那条例子 最简单的 让同学在家里尝试 同时都可以让他发现 原来我自己学习 或者我自己看片 都可以学到东西 最主要是信心 是 一听到陈sir 就知道是一个很有经验拍片的老师 为什么呢 我自己分享一下 OK 我很早 我也相对比较早 开始有视过拍片 2013 2014的时候 或者有些老师也听过我分享 如果你有中学反断课堂的一些讲座 OK 我那时候不懂 拍片 人拍我又拍 那拍什么呢 完全忽略了刚才陈sir说的那些东西 我一开始当然想着拍一些 有些东西很难的 不如拍给大家学一下 那时候 因为我有教M2 M2的那些当然难 我竟然拍段片 教同学怎么找inverse matrix里面 差不多一个M2最深的课题 结果这段片拍了30分钟 30分钟 我想说 30分钟 你叫他回去看 一部剧集也是这样 那些同学也很乖 M2通常数据能力很高 结果他说 加上备货工作室 他说搞了两个多钟 其实很正常 你找了inverse 从头到尾 真的要两个多三个钟 完全是挫败 在我心目中 这件事情 所以刚才听到陈sir这么说 他完全就是 大家都可以听一下 原来的重点就是什么 要短 5分钟也很问 我觉得 还有课题一定是相对于浅 如果不是 同学真的相对难处理 OK 另外 刚才陈sir说到他有一个活动 就是利用workwall去做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平台 或者这个软件 除了在刚才你用的情况里面 怎么用的时候 还有我们作为一个数学老师 可不可以用到其他层面 以及会是怎样使用的呢 略略可不可以说一下呢 好啊 这个平台其实它里面有一些不同的游戏 那三个我可能在聊天上 贴条link上去 那他有几本不同的游戏 那可能有一些吃鬼 或者是一些 可能有开架飞机 飞来飞去 然后去闯关 那我自己用这个平台 主要是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那个选择题 某些课题 可能选择题处理到 我会用的 因为看起来比较易用 或者我们叫直接一点 那你就知道我们叫做数学上面 很多概念或方程 在那个的呈现上 其实没那么容易 那第二我可能会用 就是那个配对 那可能说到一些概念上 那我会用到里面的配对游戏去试一下 那里面有很多款 那我也是刚刚接触 那大家都一起去探讨一下 那有很多不同的游戏 那大家都去试一试 那我也试过 整个一个 和一些中一、中二同学玩 打地鼠 那就是打一些质素 那他设定哪些是质素 哪些就不是质素 那到时他弹出来打对 就会有分 那他看看哪个可以打得多分 那他有很多不同的游戏 那大家有时间去试一下 我稍后会把这条连接 放在姚天那里 嗯嗯 好 谢谢陈帅 因为其实我们 难免呢 就是现在这个世代 你都很难不用一些平台 等等去设计一些游戏 去给一些学生 在课堂里面试一下 令到他们更加投入课堂 OK 那么以往很多人 会用搜索 搜索 等等 那其实呢 我觉得每个平台各有一个好的 就是没有一定是好 一定是不好 就是看看他 一来老师用得不熟 二来看看他的配套 够不够 等等等等 所以呢 其实很难一个人学了 我自己也没得接触他的 所以就刚刚 陈sir就刚刚分享这个 就真的多谢了 那么 看到Didi 也在聊天室里面 分享了workworkwork的连接给大家 大家之后呢 其实也可以 试试按一下 看看里面试试 会怎么用 这样的 好 陈sir这部分的分享 就麻烦了 那么呢 之后呢 我们转一转课题 就去小学了 那么 我一看里面的powerpoint 那时候我也有纳一纳 那我也很好奇 因为呢 其实我之前去年 那时候做一个 混合式学习的同裁导师的时候呢 都有去过 那一个学校 他们都是做圆形的 因为其实他们 我理解应该小学的课程里面 在圆形的内容里面 应该有一些更改的 之前一两年 所以呢 好像大家都好像对这个部分 都挺有兴趣 那么 我看到他的powerpoint 也很丰富 所以呢 我将时间呢 现在立刻交给林sir 看看他呢 这个分享会是怎样的 好的 多谢Mikesir 首先说 很佩服Mike 和陈sir 和所有呢 会拍片的同工呢 去推动这个blender learning 因为其实我自己呢 真是懶的 没有拍片的 我自己纯粹呢 就是 都是上网去找资源 因为一来正如 好像Mike 刚才所说呢 其实推 blended learning 就不一定说 要推到很大的 很大的 其实可以小报纸这样做 二来呢 我记得我上课 去学 blended learning 那时候呢 导师也有说 就是说 其实老师 做 已经 平时学校很多东西做的了 就是 你未必一定有时间拍片的 其实上网找资源 找到 用出来 其实已经很好的了 那么所以 很多谢大会邀请 来和各位同工呢 去分享 blended learning 我们自己的经验 我们这个课题 正如 刚才Mike所说的 就是我们 今次教Circle 的 但是我想说 我们教Circle 这个课题 究竟如何教之前 我也想再 说回 究竟如何看 blended learning 就是 那个blended learning 为什么我们要 将传统的课堂 和online 那个learning 放在一起 其实我们就是 希望可以做到 即是face to face 一定是 所有东西 同步 基本上synchronous 但是其实online 无论是 课前的准备 又或者课行上面 那个interaction 都可以大大提高 可以照顾到 学习差异 可以promote到 一个更加active的学习 学生更加投入上课 那我们呢 那个课堂 基本上 我今天的分享 最主要就是想说 那个课前 怎样要学生去做准备 然后就是我们课堂里面 那个activities in class activities 是在做什么事 然后再去分享 e learning 那个integration 怎样放进去 和怎样小朋友 做collaborative learning 那最后呢 就是希望呢 也有少少分享 结果的经验 和觉得有什么啟发 那首先呢 都overview 整个课堂先 那其实我们呢 正如刚才mike所说 他真的很熟 那个课程 就算他不是教小学 他是教中学 都知道我们小学这边呢 有那个课程上面的调动 我们五年级那里呢 就要教features of circles 那不是很难的 纯粹学一下 radius diameter 他们之间的关系 那样 而我们用的blended learning 的strategies 包括 正如我刚才所说 我就没有自己拍片 那我上youtube去找一些 短的片 因为正如刚才mike所说 就是小朋友的attention span 就是特别 中学已经 当然都担心attention span 小学的话 我们更加担心attention span 所以找那些片 其实都是一两分钟的片来的 那之后呢 我们就有个 其实都 Google Form 和Cahoots 一个事前去掌握 究竟小朋友看完片之后呢 他已经知道多少 那从而再调节教学策略 那另外呢 就是Cahoots 那个 就是放在课堂里面 就再即时看下小朋友 学习的成效 那最后呢 就是 我都想强调 为什么刚才说blended learning 不是讲e-learning的呢 因为其实到头来 无论我们讲e-learning blended learning traditional classroom setting 都好 我们最后其实都是希望 小朋友 有那个active learning 的process 那所以我们都是 特别是circle 这个课题 我们怎么有一些 hands on的exploration 和collaboration 可以是 给到小朋友去学习的 那首先呢 就讲一讲 那个free lesson observation 先啦 那其实都是很简单 在google那里呢 就做了 放了两条youtube的视频 两条都是一分钟多一点 那加上一个google form 要求学生呢 他看完片之后呢 就在google form 上课之前回答了他 那其实正如刚才所说 我们讲circle的features 选择那些topic 都是选择一些比较浅的topic 那所以小朋友容易上手啦 那然后呢 就去到in class activities 那这里呢 就会跳得比较快一点点啦 首先讲回那个learning target 那他们要认 什么是centre circumference radius diameter 那然后他们呢 就要处理到centre of circle 之后他们要学会 去量度radius和diameter 最后呢 就是他能够 讲到radius和diameter的关系 那这个就是整个 课堂的流程 和他那个target 和学习target 那这里呢 跳得快一点点啊 那首先呢 都是一些问题 这个小朋友一定答到的 然后画circle 那之后呢 就玩一个收买佬的游戏 因为更加小朋友更加想他们 多些走动 学得活一些 那叫他在那个课室里面 你找到circle的 那你就收起它 那然后呢 就玩完收买佬之后呢 十秒之内 立刻画trace 圆圈出来 那trace 完之后 就问他 那如果我中间 最中间的point 那叫什么呢? 就说实际上 基本上小朋友看完片 全部都立刻 跟你说中间 那这样 立刻就去下一个问题了 那 那 因为我们都要求他 一路都 take notes 我们就是 刚才忘了说 因为我是马里曼小学的老师 那我们马里曼小学呢 是一间旅校来的 所以我们用英文去教数学 所以我们都喜欢叫小朋友去 take notes 那 他们刚才说的 他画了一个圆圈 他画了一个圆圈 trace 圆圈 找到一个圆圈之后 那叫他们 那下一条问题 那究竟我怎样 处置那个圆圈呢? 那继续教他一些技巧 那样 那然后呢 就是去到 都仍然focus 在一些 terminology 那里 那里的 就是一些字眼的 例如parameter of circle 究竟英文是什么 那是circumference 那其实我们都放了少少少 语文的元素进去的 和他们找那些字根 那circle 也是circumference 也是circumference 那究竟那个 有没有什么特别含义的呢? 那和他说一些拉丁的字根 那之后呢 都是仍然比较多 都是文字上面的 因为始终和中文不同 中文我写圆周 但我英文真的不懂 circumference 是很大件事 那真的要和他们练寸 这样才再下去 数学那方面 概念层面那一部分 那之后呢 就是 都继续是回顾一些 去看片 其实已经 学到的概念 问他 diameter 那然后呢 也都问 那半条diameter是什么 就是radius 那之后呢 就开始来到气肉了 因为 搞定所有文字上面的东西呢 因为就算你说我们 小朋友一路都是用英文 去学数学都好 去学一个新的概念 那时候 其实他同时要处理 数学上面的概念 也都要帮小朋友处理好 英文的概念 那所以呢 处理好之后呢 那开始就要 他们做 配合工作 think pair share 那就要他们做一个很简单的 探究的 activities 那就是要小朋友 量度回 他们人人 拾到的那个周围的东西 都不同的 有人可能拾起 很多人都是拾起 自己的水樽 但是每个人的水樽 的尺寸都不同 对吧 所以他们各自 trace 了 不同大小的周围 在自己的class word 那我们要他做think pair share 那也都用回他 他刚才学了的技巧 就是如何处理中心 如何画一条diameter 那他开始就要想回 究竟diameter 和radius 那个关系是什么呢 那在30秒之内 那基本上 其实所有小朋友 都发现到一件事 啊!原来就是说 radius x 2 等于diameter radius 是diameter的一半 那所以就玩了这个游戏 那也得出 可以学到他们其中一个 金堂的学习重点 那之后呢 就是说 当然这里又再 都说一次note taking 因为为什么特意放这个位置 在这里呢 想起最近有一段新闻 就说 有一间中学的学校 他用BYOD 但是不小心剷了些note 那所以 我在这个位置 我都特意放在这里 我就觉得 就算将来 就是e-learning 推得更加深入也好 也好 我都倾向 就是有些东西 都是真的 写在一些实体的东西上面 那之后呢 就说到e-learning integration 在这个课堂里面的摆位 那首先呢 其实基本上 刚才已经他学了 金堂所有learning target 但是去到后半部分 就是可能剩下 10分钟左右 15分钟左右 那我们就和他玩个 Kahoot 的游戏 大约10分钟左右 很快地去做 那看看究竟 小朋友 他在这个课堂上面 对所有 learning target 的掌握 然后呢 这里呢 也有个分享 那就是 大家看不看到这个网站 看到了吧 小朋友呢 其实这个已经去到 整个课堂里面 最后一个task 的了 那就是 给他在iPad上面 逃手画圆圈 逃手画圆圈 那为什么要他 真的逃手画圆圈呢 OK 那其实呢 就希望小朋友呢 他可以 说到最后一样东西 一个extension 的一个部分 就是当小朋友在画圆圈的时候 其实他在尝试着什么呢 其实小朋友在画圆圈 当他尝试去拿100%的时候 他不是用圆规去画 他用手去画的时候 其实他在模拟自己的圆规 那在做什么呢 一个 咦 刚刚剪掉了 啊 是的 就是这里 是的 想小朋友说得出 那个equal distance 那样东西 就是那个 circumference 和那个 center 那这个是一个extension 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想小朋友不是 就这样看圆圈去描述 而是他动手去做这件事出来 所以 到最后呢 那就是 目标 那之后 去到不同的 task 那最后就问回小朋友的 要小朋友说回 diameter center radius 和diameter 和 radius 的那个关系出来 那去到分享的最后 那个部分呢 其实我都想分享回 其实blended learning 其实blended learning 无论你放在数学任何一个 topic 又或者甚至乎不是数学这一科 放在任何一科 其实都 work的 那只不过就是说 明白到究竟blended learning 现在我们早前经常说new normal 就是为什么有这个new normal的存在 其实是因为 就是这件事应该是自然而生的 就是放在这个世代blended learning suppose 是应该存在 而不应该再是很传统的课堂 纯粹看书 那当然 试过 我曾经在一些场合做分享 然后有人问我 但是不是问数学那边的 可能问coding education那边 在学校里面 怎样去推一样新的事物 例如coding education 或者可能blended learning 那当然 不是说 就是 虽然我刚才这样表现 但代表就是说 学校已经很完全100% 去推了这件事 都是小报纸这样做 所以其实我们就 上年我就参加了这个计划 今年也都 学校推荐多两个老师 去参加这个计划 希望慢慢可以在我们的学校里面 形成一个learning community 从而令到整个数学科的团队都有成长 那其次呢 就是当然 再次多谢大会 邀请去做这个分享 因为 无论刚才听陈sir 或者Mike的分享 都学到很多东西 也都希望可以贡献回整个community 然后最后就是 亦都是好像刚才所说的 在推卖blended learning 这个过程 都是小报纸的 不能说一来 就很大的层次 但只不过希望 就是不断去累积 那个教学材料 so that 和其他resources so that 最后可以更加全面地 这样呢 将blended learning 放入去 恒常地 放入去我们的课堂里面 所以我的分享暂时到这里 看看会不会Mike 会像刚才那样想问我一些问题 又或者看看其他的同工 会不会有些问题 谢谢 当然有了 不过在我问问题之前 我也要先分享一下 因为我是同侪导师 遇过很多计划里面的学校 所以我也会分享一下 顺便给大家了解一下计划 究竟是做什么 其实很多 我也是说回 就是在这个计划里面 刚才林sir也说 其实他也是小报纸走 虽然我觉得他那个 也不是小报纸走 已经是一个不错 就是比较大的课堂 OK 其实如果用我的话来说 这个不是课堂 我自己理解 其实很多时候混合式复杂 你是想拉闊的课堂 什么拉闊的课堂呢 有两个层面 第一就是 拉长的课堂 什么意思呢? 刚才无论陈sir 或者林sir所说 无论这段片是自己拍的 或者是在网上找资源的 其实你也是想 令到他的学习时间 可以拉长 提升他的学时 学时这个字眼常常有 OK 那么 所以呢 混合式学习就是其中一个元素 其实你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另外 第二个拉闊就是课堂的闊度 好吗? 那么刚才林sir 已经可以很全面地说 其实这个课里面 两位老师都有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令到你表达课堂的方式 会有些不同 例如 陈sir用了一些平台 林sir也会用 是不是? 所以基本上 可以令到你的方法有不同 等等 我想问一下 林sir 你遇到的是小学生 刚才可以 所以等一下 我对其中一个手法 挺有兴趣 虽然我也听过 有些其实从来 就是Think Pair Share OK 在小学生里面 如何训练同学做到这件事情 而且要效果好 是不是里面有些恒常的实习 令到他们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请教一下你了 嗯 不是 多谢你这么说 但是我又实在 没什么 要很恒常 这样去做 可能因为女生本身 比较联合 对 所以 所以 其实 基本上 可能很简单的一个课堂 要放一条数学的题目 给一个空间 其实 坐在一起 去讨论 其实他们自动自觉 他们就讨论了 嗯 还有我想 亦都 跟客人设定 也有关 是 因为他怎么坐 是很影响 那个课堂和效果 例如 在Covid的情况之下 人人都单单的坐 那一定 这件事很难发生的 那 如果你说去到 如果 例如小学 可能我们 T字桌 四个人坐在一起 就会很自然的 所以我们的课室 基本上 都是 T字桌 或者可能 两个人坐在一起 或者有些班主任 可能会放一个群群 比较大 五个人 一群群 这样也有 但是整体而言 就是 课室 设计 能够 能够 团队 方便 到 互相 互相 设计 的话 我觉得 只要老师 给个空间 小朋友 去讨论 整件事就自然发生 嗯 好 我有很多问题 如果大家 参与的 同工 有问题 你也可以在聊天室 继续问 因为 我就会帮你 收集了些问题 然后 可以问两位 的 问两位 嘉宾 有一个题外话 我想问 这个我想问 我自己是个中学老师 其实 我想很多中学的 老师 就是学校 都会用 无论你是中中 还是英中 如果英中 你一定会用英文 如果中中 你也有可能会 法事为科 用英文的书本 去教 刚才我看到 林sir 你刚才也说要兼顧 语文和数学科 其实这个问题 在我们中一身上 是很辛苦的 我想说 就是 他们不会知道 辨量 分不到辨量 这些字眼的时候 虽然你是小学老师 你刚才我看到 你着陌了很多 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要叫他们 你们 叫他们穿字 叫他们读出来 等等 是不是 就是要令到他们 对那件事更加深刻 是不是 没错 对不起 对不起 会有些很特别 就是会恒常这样做 叫他们认字 等等 这些是吗 哦 这课更特别 因为这课的字 特别多 例如 我们如果教地区 可能整课 他要学习一个新的字 纯粹地区 但是Circle 这课就特别 因为他又要学 一个课堂 他要马上掌握 中心 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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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想起 我以前小时候 可能是中文小学 然后上去中学 那时候 就去英文中学 那时候 自己 英文 很辛苦 那所以我就算自己 我读书 我做 研究 我也是做 EMI CMI 那个 学习上面 那个分别 所以自己 在教学上面 对于这方面 都很着重 你这个课题 我很有兴趣 下次找你讲一集 好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问两位 那你们两位 都是这个混合式学习 和创新证书课程 那个毕业的学员 两位呢 我也上过几堂 我也有去中大上过几堂 你们对于这个课程 觉得最得到 学习到的是什么 以及有什么深刻的 可以分享一下 不如先问一下陈sir 好 整个课程 对于我来说 我自己会觉得 我多了很多选择 即是无论是一些 网上的资源 运用 又或者是 完了这个课堂之后 我自己可以在课堂 设计上 都有更多选择 例如我可以 透过这个模式 叫同学们回去做 一些准备 回来 我自己可以弹性选择 我自己适合他们 又不说弹性 想说自己 就是适合同学 或者是 什么学什么 对他们来说 会好一点 我自己完成了这个课程 觉得这个选择 对我来说 是很印象深 或者我自己最受益 是 谢谢 林sir呢 我觉得最感恩的地方 就是 这个计划里面 有很多很好的导师 我想可能 现在Zoom 里面的同事 可能很多都在参加 现在的 blended learning 的项目 可能现在在上课 我相信 大家都会感受到 上课的时候 学到的东西 无论是 本身blended learning 或者我记得 我上课的时候 跟洪sir 学了很多 steam的层面 如何摆入课堂 又或者可能本身 就是blended learning 只是一个手段 而是重新回到 数学教育的本质 就是 究竟如何 小朋友去建构 一个数学概念 那这些位置 我也是觉得 是 参加这个 project 是很大的得着 就是很难说 去逐一逐一地说 只能够 大家去参加 去感受这件事 是的 我同意两位所说 为什么呢 就是刚才我听到的字眼 是什么 弹性 选择 认识了很多招式 这样 其实我自己一直接触到一些 无论是这个计划 或者是一些新教学法的计划 都是什么 其实我们上课好像打功夫 你要洗招式出来 令学生学到新东西 但是未接触过这些新东西 可能我们只有一招半式 来到去都是这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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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行 也有可能可以 不过就没什么变化 而且真的未必每一招 在每一个学生身上 都可以有效 但是通过无论这些课程等等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有弹性 就是我们有选择 我们怎么做 刚才林sir说得很对 我们了解了混合式学习的 某些方式和招式 但是我们不是说堂堂都不断用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 对不对 我们至少有些时候可以用到 所以我也类似有这样的感受 我发觉我自己的教学好像全面多了 都问一下两位 有同事在聊天室问 近年一定最火热的话题 一定是generative AI 他们的问题就是问在数学教育里面 有没有什么相关经验 我想大家还没说到分享心得和经验 你们有什么想法 对于这件事里面 就是generative AI 在数学教育 这一刻也是很不稳定 因为试过 可能 我记得在一个WhatsApp群里面 夏sir他也有分享过 现在的generative AI 工具 但是例如我自己也试过 有时候是一些学生的常犯错误 我用来阴调一下generative AI 那真的阴调到他 我个AI也是不懂得回答的 所以这一刻是不可靠的 但是我想在未来 他一定会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就是当他的准程度足够地高的时候 他必然地会是降低了人类去学习的成本 就是到时老师的角色 应该是更加放在如何组织一个课堂 令到学生可以有一个更加高阶的思维 一些基本的东西 就希望可以AI回答到 或者小朋友或者中学生 他不再那么需要依赖去补习 就是更加可以照顾到学习差异 我相信 嗯 陈sir呢?陈sir有什么? 我也同意林sir的不稳定 我也试过叫他去解决不同的题目 但是一时是,一时不行 对于同学的学习来说 其实不太可靠 暂时一刻 我当然相信之后可能可以做得越好 我自己在这方面 有时我会建议叫他去设计个教案出来 我自己会参考一下 尝试叫他设计得更详细 或者是你帮我设计个40分钟的课堂 不完全能够使用到 但是他一些想法或者建议 可能可以弥补到我们平时 在设计教学上一些不足 是有少少帮助的 你问我的话 但是在解题各样 暂时我也同意 林sir那边就不太稳定 是 我想我和林sir应该是同一个群组里面 见到夏sir更久不断发布 我会这样看 我还未去到用在课堂里面 如何设计一个活动 这个事实 但是我会觉得这样 我也有尝试过 其实我会觉得 好像多了个人跟我聊聊天 我现在的层面 就是跟他谈谈数学的问题 我也有 谈谈DSE的问题 等等 他怎样看 我觉得也会有一些解释 其实他在知识范畴里面很精准 而且他会进步 所以我自己会用一个角色 好像有个人跟我聊天 未去到他教我的 我们一起聊聊 不过 如果再成熟些之后 我们可以叫学生这样做 你就跟他聊聊 有个人跟你聊聊 但是怎样做 怎样做得好 我想这个 未去到一个很成熟的阶段 我想现在我们还是很多层面 可以发展 大致上我们也是这样看 看来我们对他未来 应该会对教育有些帮助 好了 两位多谢大家的分享 希望下次 例如在相关的活动里面 再见到大家 好,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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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